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集中成为爱的 吃了都要爱 不疼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的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 去参加铁系豪赏着吗 你问你个事 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释 谁呀 哎呀你先别问了不说啊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跟这个女人 不是一般的接触呗 那你一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了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哥哪想趁大大火花呢 你大姐夫这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你得顶多算个小资花 那资花也是一然一爆啊 哎 大姐你该这么想 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玩意儿的心许就是 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公裁 她不都得把自己搭理吗 这不很正常吗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哎 大姐 你这么想 就在我大姐夫心里 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 为啥 你这大体格子不跟这摆着呢 哎呀我的心啊 大姐 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二明啊 在没弄清楚之前 男人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成你说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呀 家丑不可外扬 嗯 你让咱小区打开哪 就我这嘴最内啥了 嗯 钱志芬出事了 钱志芬 二明年 你说这小区最脆的嘴 你 怎么着 有什么小道声音啊 哎 怎么着 钱志芬 哎 过来 怎么着 找 找 我问你 什么去了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 你怎么解释 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腕呢 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腕呢 还是穿过的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了丝腕以后 怕不合适自己先试了是吧 前顺范 说得好 哎 大姐 你就应该按我一道去想一想你知道吗 这丝腕 他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哎 哎 你 等会儿 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腕啊 什么玩意大姐夫穿丝腕啊 是大姐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皱皱巴巴的丝腕 从大姐夫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腕啊 对呀 妈呀 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 哎呀 哎呀 这可吓死我了 行了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大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她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 我的心啊 发现的是丝腕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腕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 我的心啊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腕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 我的心啊 哎呀 真上所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世和容老不想说呀 前世八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 我真信 哎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析分析 你就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 啊 情况是这样的 哎 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吹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那样 你不管为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呀 可以 来吧 你不信 准的 哎 陈世凡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呀 我这个人很正啊 你告诉我 告诉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啥 来吧 你 还跟我俩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公啊 大姐夫 你是不是带那什么 咋才回来呢 哎呀 累啊 哎呦 我这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老公啊 我跟你讲事啊 如果 街坊 你们怎么看见没有 给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 糟糕呢 找去哪儿找火了 找什么火了 找什么火了 我问你 啊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你咋解释 哎呀 那俩人肯定有事了 哎 哎 哎 我再跟你 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丝腕 你怎么解释 丝腕 那就是两当着说了 是吧 而且是双三过的丝腕啊 哎 他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 不是你啊 就这样啊 还有可能啊 他这个买丝腕的时候 他怕不合适 他自己先套上试试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给我套试试来 不是 你这 这我都解释过了 财神呐 干什么 你说你干什么呢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要出事呢你啊 啊 啊 哎 你说你每次出了事 我就得给你担着 我要不担着你能活吗 哎 哎 不是我跟你说 但是这次这事吧 这玩意难度太大 我尽量给你合理吧 哎 你怎么挣着你这 你这个东西 你吃了 那个是这样啊 这个四瓦吧 这个四瓦是我的 咋的 哎呀 三年了 哎 站住啊 二迷 二迷 没事 你快大家 我跟上 没事啊 没事啊 哎 哎 哎 你别哭 你哭啥呀 跟你有啥关系 人家还没事 二迷就丹静 你哭啥 二迷 来来来 来来 坐坐坐坐坐 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吗 这不很简单吗 对吧 我的 对吧 不是 哎 穿过的 穿过的咋的 不是穿过的丝袜 你大姐夫还不往兜里揣呢 那咋回事啊 咋回事 咋回事呢 这咋回事啊 这是 哎 这小姨就咋回事 我问你呀 咋回事 咋回事吗 那天 小区来了个贼 他脑子上套了个丝袜 哈哈哈哈 他脑子上套了个丝袜 完了我上去 我一把抓住 你戴丝袜 我就不知道 你这个贼 把丝袜一下 摔下来 然后就还是走 丝袜 我就穿兜里 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 大姐呀 就这种事 他都能给编的这么合理 你做了吧 大姐夫 瞬间我就给你合理 不是吧 大姐夫 你当物业都可惜了 你应该当编剧去 你编的这个事都不得不信 哎呦 你太厉害了 大姐 给他摊牌 我建议把他轰出去 不 让他净身出户 先生 哎呦 我真的不认不清 你这做人可太不记得了 我怎么的了 你出了事了 我替你担着 你怎么还不说我这事了 我出什么事了我 哎 行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这事我不给你担着 来来来 司马你自己穿什么 我才不穿呢 你这说 哎我没这个毛病 你没这毛病 我没这毛病 你别跟着我 你快点 我说啥呀 你快站住 怎么的 给劈着 啊 这丝袜 就是在你这衣服兜里发现的 你的衣服 你衣服吗 我还以为是秦春芬兜里打 你少来吧 你大姐 你还真是 我告诉你 别以后什么事都往我们家秦春芬身上推 我们家超主动 现在很正啊 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 这么大 这么长 他穿上 当被盖呀 那能是他的吗 老公啊 我求你个事呗 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啊 哎呀我弟妈呀 大姐呀 啥时候呢还挺故事 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 我告诉你大姐 对待这种人啊 善良那就是纵容 没错 看见了吗 啊 这个 就是一只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风衣的狼啊 来 你看这身里面 哎呀 啊 你是在哪个雨夜 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 啊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哎呦 哎呦 你给我演不记得 是不是 啊 我给你出个题 雨夜 风衣 丝袜 狂奔 连起来 做个小品 来 雨 丝袜 风衣 狂奔 这小品也太难演了 这个 哎 哎呦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小师傅 上个礼拜 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 哎呦 你可胡说吧 你就 我胡说 上个周一 晚上你要出去 你穿这件衣服 正好下雨 你找不着雨衣 我回来了 你说你把她脱了 把她当雨衣穿 你给穿走了 对不对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 你想想 来 是吧 来的 你的 是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哎 我的心 哎 哎 哎 全省范 原来你是这个 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这雨衣的 短腿狼 你看看你这身 你点子啊 说 在哪个雨 你跟哪个女的 同奔去了 哎 哎 干什么玩意啊 跟你大姐夫这也不记得 是不是 啊 怎么的 来 给我编 啊 雨 风衣 丝袜 狂奔 来 给我编个话剧 这边的话剧也太难了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说 哎呀 你在这抄抄啥呀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一个雨夜 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 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 我带着你去的 哎 哇 我也想起来了 带着我去的 没事了 你还有勾勾搭别人啊 我勾搭谁去了我呀 我那天跟同学喝酒喝的都断片了 你还替我挡酒来着 不可能 那我怎么不记得呢 哎呀 你俩都不记得 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 哎 好像那天晚上 是二驢子把你给背回来的 行 你可别提着这个了 我都喝断片了 我还能背着他回来 那我能记住咱家那两个门吗 这有可能 老驢识途嘛 那我再问你啊 这个 这个丝袜怎么解释 来 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让我再看看 你让我再看看 好好看看这双丝袜 哎呦 这是怎么会 怎么会有双丝袜啊 你 啊 我知道了 来来来 来 几个 干啥 你你你能不能把鞋脱了 别够了 想用不着的 穿着都说明白 脱了都说明白 来来来来 你脱了 干什么呀 来来来 你脱了 不是你干啥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黄金左脚啊 我媳妇的左脚 大拇指头 比右脚大拇指头 长那么一块啊 哎呀 她的袜子 永远都是露个头啊 哎呀 这双袜子是谁的 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 你 你那天下雨 你背着我 鞋你都脱了 你还 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 哎 钱师傅 怎么的 你解释得很合理 但是家丑不可外扬 你要干啊 你这张碎嘴吗 哎哎哎 那你干什么 喝点水不 不可啊 吃点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摩按摩啊 进屋 我跟你们说 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 在外边再累 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 一定要精神抖擞 否则容易胎上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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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